第五百四十八集 顾清衡落地了 杨如新拿出火把点燃 不过还没等众人往前走 杨如新吸了吸鼻子 脸色微变 惊呼了一声 赶紧出去 众人虽然不明所以 却十分听他的话 顾清衡抱起了他 扯着绳子就上去了 后面的顾桥杜云鹏等人 也跟着上来了 快离开 到了地面 杨如新高喊一声 没忘了将大白移进了空间 众人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上面的人在听见喊声的时候 却都反应迅速地 抱起三颗豆子往外奔去 就在众人刚离开那片林子的时候 身后传来轰隆的爆炸声 众人顿时心有余悸地回头 刚才那片坟地 已经全部坍塌了 有些树木 甚至还起了火苗 怎么回事呀 杜鹏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 应该是那个圣主的阴谋 杨如新没法解释 找气之类的原理 他知道 咱们发现了他的踪影 刚才又识破了他的诡计 就猜到咱们肯定能找到他的巢穴 所以逃跑的时候留下了陷阱了 还好 夫人你反应快呀 杜城修呼了一口气 否则 否则 可就全军覆没了 底下的味道不对 先离开这儿吧 郭清航看了眼四周 众人立刻退出了西山 马克安排在周围的人也都回来了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继续盯着 郭清航看了马克一眼 马克点点头 安排下去了 众人回了度假 夫人 那圣主没抓到 会不会又作妖呀 杜鹃有些担忧 肯定得作妖 杨如新点了点头 可是 他在暗呢 杜鹃叹口气 那又如何 杨如新却笑了 他带了的人手不多 现在 也都死得差不多了 除非他重新招人 或者 有人帮他 否则 他只能慢慢地成为光杆司令了 到那个时候 他死了 还是活着 也就无所谓了 杜鹃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接下来几天 杨如新和顾清航 没再有什么动作 而是带着孩子们 到处地玩 差不多 将泉州的景点都逛遍了 更是将所有的小吃都吃遍了 这期间 杨如新的丫头 杨明禽 和颖六 库宁 颖八 库元 林希望几个人 也都赶了过来 香如就回到了杜鹃的身边 在此期间 杨如新还跑去洛家 找了如今的当家人 洛天问和洛辉 最后达成合作意向 入股了洛家的海运客船 夫人 这里是泉州城最大的亚行 马克站在一个大院子门口 整个泉州城里 需要买卖的产业 基本都掌握在这里 杨如新点了点头 跟着马克走了进去 一听说是 有人要买庄子山头 亚行的人很是高兴 这样的买卖价格高 提成也高 杨如新挑了三个庄子 两个山头 隔天一早 一家人就去看庄子了 夫人 这个庄子远一点 马克驾着车 过去得一个半时辰 没事 反正我们吃的喝的 带的不少 就当浇油吧 三颗豆子使劲点头 跟着爹娘在一起 怎么样都高兴 那个庄子有山有水 环境特别好 一家人都看好了 还玩耍了一下午 傍晚时分才返城的 刚进城门口没多远 路就被堵住了 怎么回事 过经行皱起了没 前面有人打架 要不要绕道呀 好 顾清衡点点头 杨如新在马车掉头的时候 顺着车窗往外看了一眼 忽然开口 停车 马克急忙 勒住了江绅 我看见一个熟人 杨如新看了顾清衡一眼 恐怕要管个闲事了 好 顾清衡笑了笑 跟着媳妇下了马车 咱们也下去看看吧 绿豆一看爹娘不管自己 就提议了 好啊 黄豆点点头 看下黑豆 黑豆 要不要一起 黑豆也点点头 虽然他对打架什么的没有兴趣 也不能让两个妹妹自己下去啊 三位小主子 咱们还是在车里等着吧 杨明锦急忙阻拦 人多了 别伤了你们 能伤了我们的人 还没出声呢 绿豆微微挑眉 明锦仪 你就别担心了 是啊 我们就看看热闹而已 黄豆也点头 前面打架的一方不是别人 正是孙四 不过确切地说 是挨揍的一方 有几个家丁模样的人 正对他拳打脚踢 孙四怀里却抱着一个小丫头 小丫头一直在喊 别打我爹爹 一个主子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 抬手制止了那些家丁 小花儿 本少爷看上你 那是你的造化 你还矫情什么劲啊 干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你爹也用不着那么辛苦了不是 旁少爷 我家男男还小啊 孙四哭着求道 求您高抬跪手吧 呸 那孙小花却催了庞少前一口 我宁愿死 庆酒不吃 你吃法酒 庞少前冷笑一声 将人带走 不行 不行啊 孙四抱着闺女不撒手 庞少爷 你这样算是强强民女 我我要去告你 好啊 庞少前笑了 瞧瞧 那边牙医来了 果然 一群佩刀的牙医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啊 官爷 这庞少爷 强强民女呀 孙四急忙大声地吆喝 求官爷做主啊 带回去 领头的牙医一挥手 顿时 一群牙医冲了上来 将孙四和他闺女锁了起来 拉着就走 而那领头的牙医 走到庞少前的跟前 庞少爷 你也劳驾 去一趟吧 看热闹的杨如新皱起了眉头 这感觉明显不对 旁边有人也在叹息 唉 这进了衙门 这妇女俩可就凶多吉少咯 这位老伯 为什么这么说呀 哎呀 这位夫人 一看你就是外地人 本地人有几个 不知道庞恶哨的 老头子压低了声音 人家可是县他爷的公子 那牙医可都是听他的 带去了衙门 那姑娘 就得被糟蹋咯 说着 老头子叹了口气 摇着头走了 杨如新跟顾清衡 顿视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愤怒 没想到 一个小小泉州城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爹 娘 不能惯着他们 绿豆扯了一下杨如新的手 得帮那个孙次一下 杨如新看了三个豆子一眼 怎么帮 那儿子都这样 老子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黄豆撇撇嘴 这样的人不配做父母官 所以 娘 得给他拉下来 我家闺女 这么有正义感呀 真棒 杨如新挨个儿 亲了亲闺女的小脸 那就走着 黑豆一脸羡慕地 看着两个妹妹 算了 她是男人 娘不亲就不亲吧 杨如新自然将儿子的反应 看在眼里 笑着也过去 要亲亲她的小脸 结果顾亲横一把 将儿子抱了起来 熟了 杨如新一愣 呼吱一声笑了 黑豆也是一脸懵逼 很快就反应过来 爹可真是小心眼啊 都不让娘亲自己了吗 以后 留着让你媳妇亲你 我媳妇就算了吧 顾亲横理直气壮地 看着儿子 你可真小心眼 黑豆翻了一个 可爱的白眼 将来你也会小心眼的 黑豆撇撇嘴 不跟小心眼的男人计较了 衙门口 孙四反应过来 拉着闺女不想再进去 可是牙医哪里会允许她反抗 直接就给拉进了大门 等等 杨明锦喊了一声 孙四回头 皱着眉头 看向杨明锦 她并不认识这个人 三九 你怎么在这儿呀 你跟表妹 这是犯了什么事吗 杨明锦夸张地惊呼起来 你 三九 我是明锦呀 杨明锦瞪大了眼睛 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 我正要去找你呢 大叔婆死了 我给你抱信来了 孙四的嘴角抽了抽 这大叔婆是个什么鬼呀 花儿妹妹 你们这是干嘛呀 杨明锦过去握住孙小花的手 他们为什么抓你呀 孙小花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时候她蹦出来一个姐姐了 这姑娘 你谁呀 庞少前看着杨明锦 眼里闪过一抹惊艳 论起来 这姑娘 可比那孙小花好看多了 那姑娘瘦了八七的 而这个却是 朱圆玉润的 我是她表姐 杨明锦忍着心里的厌恶 回答道 请问 他们犯了什么事呀 明 明锦 你 你快走吧 他不是好人 他要抢了花儿 闭嘴 有个牙医 一把将孙四的嘴给堵住了 你们抢抢民女 还有王法吗 嘿呦呗 王法 庞少前狂笑一声 哈哈 在这儿 我就是王法 说着一挥手 来呀 连这个美人 一起给我带进去 杨明锦看脸旁边人群里 站着的杨如新 杨如新冲他点了点头 刚才来的一路上 马克已经将庞家的事 都打听清楚了 泉州城的县太爷就姓庞 叫庞中 有个宝贝儿子 叫庞少前 那就是本地的二世祖 平时抢抢民女的事 可做得不少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惯用的手段 就是欺负人 然后被欺负的人 报了官 牙医出来将人带进衙门 之后就在衙门里 这庞少爷 就为所欲为了 那些受害者 要么忍气吞声 要么喊冤自杀 倒是有人曾经去府衙告过 可是因为没有证据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此时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周围的百姓似乎都麻木了 纷纷露出了悲怯绝望的神情 原本该审案的县令旁中 并没有出现 只有一个师爷出来了 问了两句事情始末 就开始问孙四 这事儿不大 本官的意思 还是私了吧 孙四只能干着急 可惜 没有人给他拿开 堵着嘴的破步 你这就是同意了 师爷笑了 嘿嘿嘿 这就对了 干嘛动不动就告官呢 这多费劲啊 走吧 咱就后堂聊聊天去 庞少前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来 慢着 杨明锦出声了 我要叫谢太爷 谢太爷 那是你能见的吗 师爷冷笑了一声 那我代表我三舅和表妹 跟你们谈和解吧 杨明锦微微挑眉 谢 你不能 孙小花急了 她知道 去了后堂 那就真的凶多吉少了 杨明锦冲她笑了笑 看向了庞少前 如何 行啊 谁先谈都可以 眼里是掩藏不住的笑意 不要啊 孙小花看着杨明锦的背影 着急的大叫 周围看热闹的人 都议论纷纷 却都是敢怒不敢言 杨如新和顾清衡始终没出声 就这么看着 师爷等到庞少爷走了 这才看向孙四 你看 这样和和气气的多好 你 你这个狗官 孙小花大叫了一声 师爷根本不痛不痒 直接无视了小丫头 有牙役上来拽孙四 就在此时 后堂忽然发出一阵惨叫声 还没等这边的牙役反应 杨明锦已经从容地走了出来 给我抓住她 后面传来庞少前痛苦地喊声 一群牙役顿时将杨明锦给围住了 那个师爷 奇猛跑到后面看了一下 然后又大叫着跑了出来 快 快找大夫 杨如新此时才整了一下衣裳 走了进来 我就是大夫 你 那师爷 那师爷皱着眉 看向杨如新 你哪来的骗子 赶紧滚蛋 我叫杨如新 滑上钦锋的如意夫人 云门派的道须子 是我师父 江湖人送 小神医 杨如新笑了 你说 我能不能治病呀 周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所有的人都诧异地看着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 如意夫人 那师爷皱着眉头 看着杨如新 对这个名号 她不陌生 眼前这个真的 就是那个如意夫人吗 杨如新走了过去 直接走到了暗桌的跟前 原本被牙翼围在中间的杨明锦 直接将人推开 走了过去 一把将那个师爷揪起来 扔在了地上 欠了夫人 竟然不跪 杨如新则绕到了暗桌后面 在明镜高悬牌匾下的椅子上 坐了下来 三颗豆子也跟着跑了进去 杨如新起身 将三颗豆子放进了太师椅里 好在椅子够大 放三个豆子正合适 你 哪来的野丫头 赶在牙马里撒野 师爷怒了 奇梦爬起来大叫 你才野丫头呢 你们全家都是野丫头 绿豆冲着师爷叫了一声 你个小丫头骗子 师爷皱起了眉 你赶紧 给我滚下来 可是没人搭理他 师爷彻底怒了 上前就要揪三颗豆子 手还没碰到呢 忽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师爷被顾桥一脚踹飞了 撞在墙上 又跌落在地上 那些牙医傻眼了 这什么人呢 竟然这么嚣张 难道是真的如意夫人吗 如果这样的话 别说这个师爷了 恐怕老爷 那都无法自保了 那他们这些小喽喽下场 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 还是老实点吧 去个人报信 我要见旁中 杨如新看了眼 众牙医们 一刻钟的时间过不来 他就等着 给他儿子收尸吧 众牙医们面面相去 那个捕头撒腿就往后面跑 此时 顾桥也去了后面 将被杨明锦弄伤的庞少爷 给揪了出来 直接扔在了地上 门口看热闹的百姓们 却炸了锅了 大家都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有的人甚至还大声喊 杀了他 对 杀了他 然后便是群情激昂 大家集体高喊 杀了他 还有一个妇人 跪倒在地 哭了起来 老天爷 看眼哪 终于有人收拾 这个畜生了 庞少前 庞少前虽然受伤了 没死也没晕过去 只是没有力气趴在地上 听到周围这情况 他真的怂了 他知道自己今天栽了 只希望他爹能赶紧过来 将事情给摆平了 庞中很少上堂 基本什么事儿 都是交给师爷和儿子的 平时有空了 就是养养花 品品茶 再就是和小妾们乐呵乐呵 此时 正搂着心爱的小妾品茶呢 就看到捕头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庞中皱起了眉 老爷 不好了 大少爷受伤了 捕头不敢说的太详细 想见老爷最后一面 庞中呼地站了起来 转身急匆匆地就往前崖而去 还没到大堂呢 就听到百姓高喊杀了他 心里顿时有些害怕 却没退缩 嘴里还在嘀咕着 这些刁民 高兴的捕头撇了撇嘴 不敢开口 等进了大堂 庞中看到 本来属于他的椅子上 竟然坐了三个小娃娃 顿时就不高兴了 你们怎么回事儿 什么人都敢过来撒野 赶紧将人乱棍打出去 庞大人 好大的派头呀 一直没说话的顾清衡 此时走了过来 本将军实在不明白 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 哪里来的底气 你是谁 庞中看向顾清衡 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顾清衡根本就不搭理他 反而从旁边拉了一张椅子 坐了下来 爹 趴在地上的旁哨前 虚弱地叫了一声 庞中这才发现 自己儿子竟然浑身是血地 趴在地上 顿时脸色大变 千儿 是谁赏了你的 我 我要他的命 是我 杨明锦眨眨一下大眼睛 他太恶心了 我就将他的罪恶之源 给切掉了 你 你说什么 愣着干什么 将他 将他给我抓起来 我要乱棍打死 庞中歇斯底里的喊了一声 庞中 你好大的胆子 就在此时 外面一阵马蹄声传来 一对牙医将整个县牙给包围了 一个身着官服的男人走了进来 虽然身材有些消瘦 身影却很是红亮 杨如新看向顾清衡 顾清衡冲着他笑了笑 那意思不言而喻 杨如新了然 这事交给泉州知府来处理 是最合适不过的 毕竟 这才是庞县令的顶头上司 曹大人 庞中一看是曹俊飞 起码跪地行礼 你 你得跟下官 做主啊 曹俊飞根本没搭理庞中 而是走到杨如新的跟前 弯腰行礼 见过如意夫人 见过顾将军 杨如新是三品官 知府是四品 行礼很正常 旁中的身体顿时一晃 如意夫人 这个名字 虽然这两年被说起来少了 那也是记忆深刻呀 大宣朝第一个三品女官 而且还是神医 当初还跟原国的人比毒呢 还 总之 如意夫人绝对是个传奇的存在 却没想到 今天竟然招惹了这个人 那是不是代表 庞家要完了呢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